TV時墨熙 速崩驅動版 搖零共賞 來灑吧 健美吧 你說你正常嗎 他說你不正常 我就問 你正常嗎 對 人設翻車 怎麼會有一個固定的人設呢 人是不斷成長 不斷變化的 對不對 有的人為了賺錢謀利 他們就需要使用 要設一個人設 偷出一個形象 比方說他是好爸爸 好老公 他講這是我人設 對啊 他會不會賣車 他會不會賣車 你小心啊 你哪一天錄影跟老婆吵架就完了 以前當製作人 人家邀請我去一森廁場所 去啊 對 我自從那個成為巨星以後 我進去睡覺 就沒有辦法了 不能去耶 朋友約我 就說我這幾年賺的錢很多 都是靠這種形象 去一次 開心一整晚痛苦一輩子 還得了 每個禁決那個環境 要怎麼調適 沒有 你就是不要有那種機會 不要有那個環境 你不要去就沒事嘛 你一去就會有事 那這個 這個也不用講那麼多 八個字就解釋完了 就不見可遇 齊心不亂 是是是 所以你為了不去後來 就自己開家嘛對不對 投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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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開家你來經營好了 還可以 感覺要很好 你以後我可以幫忙 我還沒有介紹 我們已經留起來了啦 對 韓族 韓族 嗨 好 來 劉宇蓉 嗨 來 居三璇 嗨 大家好 來 崔維柔 湘琳 嗨 好 而且韓族要先宣傳對不對 對 不管你正常還是不正常 但是你都一定要住在好房 所以從六月十號開始 我們在東森財經五十七頻道 有一個新的節目叫 五期全能事務所 裡面不管 買賣房子 裝潢 家電 家具怎麼挑 都全部都會跟大家來講這些東西 然後就請大家 每個禮拜六中午十二點 記得要鎖定 東森財經五十七頻道的 五期全能事務所 好 就是跟房子有關的所有的事情 大小事通通包 好棒 剛好是他的專長 厲害的 他講這個東西 如果各位可以紅遍天下 紅遍天下喔 那有兩個代價你要付 A 短命 B 終生無性無愛 自己來 請舉牌 你每天做夢都會笑起來吧 要體驗過一次 OK 一半... 我就知道 你一定會選短命 因為你這一生不能無性無愛 他會選籃球員的 怎麼可能無性無愛 你就是性愛的化身 他叫我們性愛的化身 不是啊 那你就賺了一大堆錢 然後你該有的名有的力 有的生活 然後你要什麼物質你都有了 那你少活幾年不會怎麼樣 真的 觀眾就會對你留下一個就是 好可惜喔 有名有力啦 然後在極致性愛當中走了 對 很完美 這樣完美啊 有這一題的選項嗎 有這個選項嗎 我選 我媽有這個選項嗎 紅遍天下 但是人要高峰 就一定會有低谷嘛 尤其是女生 到時候我們到了五六十歲的時候 然後新聞媒體 就一直把我們的樣子 跟以前二三十歲的時候 做比對說什麼老了啊 醜了啊 不紅了 上片沒人買什麼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越紅 你知道在人生最高點的時候 漂亮轉身 收掉 離開人世 大家記得你一輩子 你選B喔 終生無性無愛 他這個就在裝生了 你因為 沒有 你現在是因為老婆懷孕吧你 沒有 對啊 因為小孩 沒有啦 其實我講 你是背無性無愛 對啊 那我講一下好不好 你講了... 因為... 爸爸媽媽的年紀有 你不能短命 我希望可以陪他們的時間更長 好孝順喔 你選擇短命 那無性無愛是指說 你選擇以後要去打化學去世 大家很喜歡 有點太慘了吧 不要這樣吧 我剛剛講的難感人的啦 好艱難 媽媽周已經對不對 而且你紅遍世界 然後你就可以賺很多的錢 孝頸他們 我覺得無性無愛的感覺 很像出家 感覺可以累積善緣 這樣下輩子就會更紅 好紅 是吧 而且很多綠人就是很紅 然後人色翻車 就是因為他們性愛太豐富了 所以我覺得這反而對 是好事 對 但是我跟兩位 我沒有那麼大的什麼願景 我只是很簡單的覺得說 我現在這麼辛苦賺錢 我就是要好好享受 我可以 我就是 如果我短命了 我完全享受不到 我現在辛苦賺了錢 有個佩用啊 那就不掉財產 被遺產 對啊 遺產都是給別人的 不是我自己享受到的 所以我一定要活下來 我就是要好好享受它 那至於說 會不會被看到我醜 幹嘛 我就自己好好去享受 我也不用再出現在媒體面前 大家看不到我長得怎麼樣 我就開心過我的生活 那無限不外妳可以接受 每個人事無所謂 我現在也是啊 這一集到底要 披風多少來年 誠實豆沙包是不是 幹嘛要那麼誠實啊 為什麼今天一集就這樣 妳們講的是 現在沒有對象啦 那如果要妳 禁用小黃瓜呢 哪有這個小 真的 我沒有小黃瓜 可不可以有苦瓜啊 苦瓜 好硬喔 我覺得人生不用活得太長 是因為我覺得人活著好累喔 不覺得嗎 你不覺得人活著很辛苦啊 在燦爛的時間 我們盡量的活出自己 那妳覺得幾歲差不多 我國中的時候跟我同學講 40 後來發現我已經快 自己快畢竟了 那妳 妳會自動延長啦 看50之後妳講說 妳應該到60了 快60妳應該到70了 結果妳到最後108歲 在那邊 那這樣 趕快70吧 好 現在先年個30年 我們來看一下網友的選擇 如果可以紅遍天下 你會用什麼交換 聽聽QOL怎麼說 我會選擇無信無愛 因為 有三段的功能 就不是特異起來 所以就是無那無的 我跟沒有好像差不多 那愛 性跟愛 我覺得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沒有性 我沒有愛 我選擇無信無愛 我要紅遍天下 但還選無信無愛 也沒關係啊 同學們 我們今天如果有 金山 銀山 有沒有愛 有沒有性 都無所謂 因為錢真的很重要啊 錢可以買到什麼 是自由 是快樂 也可以買到別人愛你 喜歡你 那至於性 這樣事情 有沒有就 表示不需要太在意啦 所以如果是我的話 我一定選這個選項 無信無愛 也沒關係 根據調查 多數GOL投給了B 終身無信無愛 得標比例74% 你覺得正常嗎 大部分為了紅 可以用無信無愛來 對啊 不行耶 玉琳選什麼 請問她 跟那個中間一樣的問題 拿選A的請攤 好嗎 我真的有認真在思考 應該 我看好 我看還是短命吧 可是又不行 我女兒還八歲而已 對啊 那無信無愛 那我們人活著 就是為了性愛而活 妳說什麼 愛啊 哪有這樣 沒愛能愛而見那樣 你覺得當公眾人物的好處是什麼 A 賺錢容易 B 享受特權 來喔 A還是B 請舉牌 有 一邊 選B B型A 分明 對 我在我比較黑的 那個階段的時候 黑的階段 就是被媒體一直罵人 在公園放養鯨魚 對 是 就是一直被 一直被罵 然後大家可能覺得我那時候 一直被網友罵 形象很差啊 什麼什麼 可是現在還有 那時候有一個老闆 請我去他們公司 賣東西 就到我電視購物台 有賣莊養藥 類似 就是賣那種東西 然後 然後我一個月 有領到十幾二十萬 所以 其實我個人覺得 賺錢是比較容易的 就是有一點知名度 還是 還是在銷售上面 是有方便的 對 就是 然後我還是會 很謝謝那些支持我的 不管是 對 朋友 AI叔叔也好 像我們就是很常會 真的蠻喜歡在一些 比如說社群媒體上 分享一些 比如說我們 吃好吃的東西 去好玩的地方 又讓什麼好用的東西 我自己的經驗是 有一個保健食品 我自己分享 分享到後來 我直接變代言人 就是廠商可能有看到 然後你直接變代言人 但是因為那個東西 是我真的每天也有在吃 然後你就很有說服力 那那個 進帳真的就超過氣味 還有這一招 那也是因為你有名 所以有知名度賺錢 確實是 確實蠻容易的 我自己是就是在限動說 好想去日本 因為大家最近很多人去日本 沒想到就有日本的廠商聯繫 我去日本工作 那四天的收入 大概有六位數量 什麼公司 那個小便 趕快幫我 在我的臉書過一下 我好痛一下 對啊 我要去巴黎 你要幫我上去 我也要 我也可以啊 我要去日本 會不會我就去 會不會巴黎時裝週 就找我去的 你想幫我上去 可以喔 那你就這樣 你去的時候這樣 一直這樣 沿路這樣進去 天才台灣的傻顏格 我個人覺得 其實社會大眾都會覺得說 你們藝人就是好賺 但是你們可能是屬於 幸運的那一群 對 那像我也有經過低潮 就是也有一個月收入 就是不到兩萬塊 那這時候為什麼 我會想享受特選 是因為畢竟我們還是有 藝人的光環 那可能你 會有廠商的贊助 雖然說你沒有錢買衣服 但廠商可能會送你 那你就可以拍照 那或者是有一些餐廳 他們比如說開幕 會說那我可以邀請你來吃嗎 那可能就是互惠這樣子 或者是像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跟我們朋友聚餐 就是幾個人這樣 然後可能我們原本的預算 沒有那麼多 就是點這樣子 然後店家看到 就會招待我們幾盤小菜 或是什麼 就類似這樣子 但是賺很多錢 我覺得藝人不是賺最多的 不是每個人 不是每個 要紅 當公眾人物 最重要是有一些特別的權利 像現在不是那個 泰國有一個動物園非常紅 就是可以過去那邊 長期錄的 我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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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邊很辛苦 而且超級排隊 而且那個可能 那個猴子會摸人家 對 胸部 真的 他會抓起來親 我兩三個月前也是去玩 然後我在那邊的時候 被台灣的遊客認出來 就說想要跟我合照 然後我就說 好 合照 然後那邊的老闆就看到說 怎麼那邊有人在合照 就出來問說 這個是誰啊 然後人家就跟他講 是劉韓竹 是台灣那個什麼什麼人 然後後來老闆就直接 跟我要了我的聯繫方式 跟我說 韓竹 以後呢 只要是你介紹來的朋友或什麼 預約不到 沒有辦法拍照 直接跟我講一聲 就好了 就直接 老闆還不喜歡 他 刷臉刷到泰國去 所以刷臉 然後後來呢 所以我下個禮拜啊 我有一些好姐妹 她們真的也要去泰國 然後早就已經預約不到 連入園的門票 都買不到喔 我就直接傳個訊息給老闆 然後老闆說 你們三個是沒有換酒的朋友 來 票也不用買 就直接拍 就直接跟男人 這樣進入拍照 我要去 真的耶 我當初自己還花錢買票耶 真的耶 你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完成大我 但是那麼久 都沒換Line 等一下我們錄完影 對 你想去對不對 就為了審太多 我也要 就為了班嘛 他要帶小孩 他會讓頭子摸他全身 沒有小孩啦 因為小孩看到別的朋友的 那個跟餐廳部的照片 對 那個是真的很近就近 來這邊每一位 但要去的時候就死我 真的嗎 好 好 看一下大家覺得是A還是B 當公眾人物的好處是 聽聽QL怎麼說 B 享受特權 因為像我之前啊 就是如果說 有跟朋友去一些餐廳啊 或是幹嘛的時候 就老闆如果說我的粉絲 有認出我來的話呢 就可能會請我們吃個消食啊 或是特別招待一下 那些什麼東西這樣 我覺得這就是 一點小小的特權啦 會比較開心一點 就讓你的生活就是 稍有一點小確幸 就是其實這個 被認出來是蠻榮幸的啦 然後就是他們還願意 就是 就是可能多請我吃個什麼東西 我就會覺得哇 真的好開心 我覺得一定是第一 享受特權 真的不是我在貪小便宜 但是齁 就是開始Youtube訂閱數上升之後 就出小口 老闆都會多送一盤肉 或是我之前有在影片裡 分享說我喜歡哪個美妝產品 店家都超級熱心 直接寄一整套 一整組給我 就變成我不用第一花錢去買 我覺得享受特權 真的是蠻不錯的 根據調查 多數QL投給的B 享受特權 得票比例68% 你覺得正常嗎 果然高達68% 都說是享受特權 對 選A的B較少請噴 好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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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哪一句話會讓你爆炸 好 這個我不會唸欸 A是什麼 他誰 你這樣 你誰 你誰 誰 你誰 B想紅蹭流量 A還是B 來 請舉牌 來 來 終於你講一句 他誰 你誰 他不留言他誰喔 對 比如說有玉瑩哥的新聞 他就說 對 他誰 他誰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誰 沒有關係 我也只是可能上去 留個言或幹嘛 然後就會有人說 他誰 然後一個講就會接一個講 然後我還記得有一次 就是我影 你真的是氣不過了 然後就跟他講說 他叫鄭仲英 然後他拍什麼什麼戲 你可以去看他什麼什麼戲 就很認真跟他講喔 那你知道這些人就是 他可以講別人 但他不能接受別人講他 他直接跟我影迷槓上 就罵我影迷耶 我影迷 就被他罵到喔 他也不曉得該怎麼回他 罵到真的是 你會覺得很心疼耶 包括有時候我們上節目 那是不是有時候會可能 有一些宣傳的新聞出來 下面就會說 他誰 他誰 就告訴你誰 他叫鄭仲英 妳要問他誰 妳是麻糬喔 這只會善狗狗嗎 他不是不知道啦 他那個只是當作一種 羞辱的方法 對 通常就是 比方說鄭仲英主演 怎麼欣欣對不對 他就他誰 有人說 沒有對不對 就是完成我家的 意思是什麼你知道嗎 意思是說 鄭仲英有什麼好報 對... 他誰不是疑問劇 是羞辱劇 羞辱 他其實是嗆你小哥 不然會講說 請問他是誰嗎 對... 那對羞辱劇要回嗎 我通常不回 而且像之前Breakling 來台灣辦演唱會 又有人 就很多人在那邊留言說 也說他誰喔 只有我不知道這一團是誰 很多啊 然後就覺得說 他們都那麼紅了 他會寫 弱弱的問一下 該不會只有我 不知道他們是誰 對... 對... 你就是瓜哥 等一下 對... 對... 你是不是... 有天啊 有天啊 難道就是你啊 沒有... 我很支持他們 我還帶老婆小孩 去看演唱會 真心喜歡 對... 還有一種是說 某某藝人的新聞 然後叫做說 為什麼一直要報藝人的新聞 還因為他看的明明是影劇版 那個網站就是 他如果報藝人要報什麼 我之前真的有遇到過一個狀況 就是我出席一個活動啊 有人就跑來說 可以跟你合照嗎 那人說 好啊 就跟他合照 結果他走掉之後 他就跟他另外一群朋友 就說 然後我心裡就覺得說 你不知道我是誰 你來跟我合照幹嘛啦 對啊 然後而且他們 他們是討論就是說 該不會是那個啦啦隊的 還是那個什麼 反正他們討論就是不是 就真的完全沒有提到我 他們有時候裝模作樣 對 他又要跟你拍照 可是要裝作說 他好像不關心影劇圈一樣 對 然後他好像什麼 我都跑來 然後我就走過去 直接開我的IG 給他們看說 我叫陳香玲 你們追蹤我這樣子 我遇過的才多 可是我的網路的我比較... 你怎麼會 你那麼猴 我跟妳講 網路的我比較不計較 就是說你網路指標 要講... I don't care 你不用講英文 人家有出國留學 人家英文好 標準的加拿大兜力多強 對 然後可是 可是我跟你講 你當你出席活動的時候 我跟我爸爸去一個剪彩 很多人去 然後我就在旁邊 很客氣的跟他講很久 然後我跟他講 還發名片給他 我還遞名片給他 然後他就 把他介紹我 然後說誰... 然後我上去的時候 他要剪彩 剪彩我站在最旁邊 然後他就在我後面 大聲的講說 他就在我後面 他在下 好像又吵在了出來 好沒理 而且他是講的是 很大聲的那種 然後當下其實 我就有一點生氣 我想找他去理論 你知道嗎 我說 我想說我剛剛去跟你介紹 那麼久 然後結果 我爸就把我制止了 他說 他說這個是你自己的問題 你自己要檢討 你不夠紅 你不夠有聲量 人家沒有討論你怎麼樣...之類 他是在現場 他也是講得滿大聲 讓人家聽到 他當然在訓我 然後回家我好像想一想說 爸爸講得好像 滿有道理的 然後我正要去跟他講的時候 然後爸爸就說 你主啊你 你在外面跟人家吵個屁啊 你神經病 他也要過去跟人家吵架 不要在裡面 他不用模仿這張臉 滿像的 也滿像的 對 已經長得滿像的 因為爸爸只是因為 他不希望我在外面 又發生一些什麼 對 對... 而且他爸爸先教訓自己的小孩 對 你知道嗎 其實是保護你 對 因為我一開始 我就是剛出道的時候 就有認識了一些前輩 然後像那時候我記得 我是認識佩甄姐 然後佩甄姐就對我滿好的 然後因為我本來就是 很愛滑FB 就是我看到可能 藝人發照片或什麼 我就會留一下說 好漂亮喔什麼的這樣 然後結果網友就在下面留言 而且還有我 所以我們都會看到 他就說 因為我那時候還沒有到 就是新人 他是私訊訊息我截圖 他就說幹嘛想 從 亂流連裝熟這樣 然後我想說 好算了 那我去佩甄姐的那個 把它刪掉好了 結果我要去刪的時候 就發現佩甄姐有回我 就回我愛心愛心 謝謝熊熊這樣 然後呢 我本來想說 我要幼稚一點 再截圖說 你看佩甄姐有回我 我們真的認識 但後來想說算了 我不要跟他計較 我不要跟他計較 我就點回去看那個留言 好不玩的啦 我就跟他講說 沒有 我們是真的認識 然後他就回我 立刻回他說 沒有啦 我就隨便講講 我只想看你會不會回我 對 好多這種人 對 真的 很多這種人耶 我就被釣魚了 他就指示了 他說 沒有 我也是隨便講講看 想說看你們私訊 會不會回這樣子 滿多這種粉絲 對 所以後來就回了 就是黑粉 他把你罵得一塌無塗 然後呢 你只要回應幾句話 他感動到痛哭流氣 對 他說 真的沒想到你會回我 對 你好親民人 對 對 我對 剛想我開一家咖啡廳 下次你來 我請你吃鬆餅 我是 你是佩真姐 我是S姐 結果有一次呢 S姐她在節目上說 她很想吃某家餐廳 然後都訂不到位 那因為我好像有一點點 透過關係 可以去訂到那家位 我就想說 好 我去幫她訂位 我幫她訂到八個位子 後來訂位的前一個禮拜 她發現那天接到廣告 就跟我說 憨主我不能去了 擔心我好不容易搶到那個位子 我也退不掉 我怎麼不能再說 那八位我不訂了 我不訂了 我就只好自己再趕快 揪八個人 去把那個位子給吃掉 然後呢 後來我們上次 上節目的時候 我們在節目上講件事 我就說你丟爛攤子給我 總共害我花了六萬多塊什麼 我們在節目上 聊得還虧 總共這樣子六萬多塊 但是我們朋友去吃 有付錢啦 不是全部都我扛 但是我們在節目上 就互相這樣虧一下 哈哈哈哈 爛攤子什麼什麼的嘛 結果沒想到 然後這一段節目呢 可能 新聞記者覺得很有趣 他們就把它剪出來 然後而且標題越下越狠 說什麼 我根本沒有流眼淚 或是 怎麼樣怎麼樣 標題殺人 對 下面還有網友留言說 劉安竹就是想紅 想要蹭小S啊 或是說什麼 說我是馬屁精啦 然後還有說什麼 我很不夠義氣 在節目上 把這種事情講出來 明明人家就有工作 但其實我們上節目 講的事情都是 彼此都知道 而且表得很開心 很多網友會跳進來評論 就突然變成聖人一般 然後指責你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會覺得 有這麼嚴重嗎 天啊 那我上次講 你給我那個房煤的 廚房房煤的那個 你只有貼圖沒有買給我 大家會不會覺得 我趁你原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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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友選A還是選 聽到哪句話會讓你爆炸 聽聽QOL怎麼說 這個答案當然是B 我們做直播很常遇到這種 像紅蹭流量的事情 有一次呢 直播主他們都會約出去喝酒 唱歌 那我覺得大家沒關係 就是培養感情嘛 想不到大家合照的時候 PO上去 竟然被說什麼 當然真的是爆炸耶 真的 我覺得看他 我就說 我有需要蹭你流量嗎 看一下粉絲處好不好 看一下就好 你連看都不敢看嗎 誰蹭誰流量 天啊 氣死人 這題我選B 想紅蹭流量 母親節啊 我回去媽媽家裡過母親節嘛 那外甥女說 阿姑 樓下有那個Seven要開幕 他有在送氣球他想要 那於是呢 我就帶著我的外甥女 下去排隊領氣球 結果就聽到後面的年輕人說 這個大叔也來喔 他來蹭流量的吧 我想說 這邊有什麼流量可以蹭啊 那你也剛好排在我後面啊 不然你來排隊領哥知道嗎 根據調查 多數QOL投給了B 想紅蹭流量 得票比例64% 你覺得正常嗎 這百計球蹭什麼流量啊 抱歉 好 他們都選想紅蹭流量 他誰比較少 所以選A的請噴 想紅真的想要蹭流量 要怎麼蹭 就是跟他有關聯喔 比方說像 現在選中正萬華對不對 你... 來 我看第四題 那有人也跟著要選 陌生人 哪一種莫名 靠腰 沒有啦 但是那個人 還沒要算 沒要算 沒要算 陌生人哪種莫名要求 陌生人爆氣 OK A 注意喔 答案兩個A 家好友私聊B 借錢就請 來 MFB請舉牌 為什麼 我是有真的遇過 我在等高鐵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民眾 他要來跟我照相 他就來跟我照相 然後跟我聊天 聊了很久 好像跟他還不錯 就很善... 很鍵盤這樣子的感覺 你知道嗎 還滿你聊得來的 對 還滿聊得來的 你有多缺朋友 沒有... 沒有多缺朋友 因為我是 表示我的友善嘛 你知道嗎 他跟我照相 我說好 然後他就說 他家裡可能有一點事情 什麼什麼 然後他... 聊這麼深啊 就類似忘記帶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就是他沒有錢 我當下... 我當下我就借他了 你了好好喔 然後因為我剩下的便 我在買麵包的時候 他又跑 他又跟我講說 他家人生病了 很急 不會借他兩萬塊 我說 我沒有... 我已經沒有錢了 我都給你了 然後他當場 給你小燈燙去 但是... 罵我 藝人你不是很有錢嗎 賺錢容易嗎 我想說我剛剛不是給你兩千了嗎 什麼意思 還跟你聊天 聊那麼久 我跟你照相 可是我也不想跟他吵 我後來就離開了 台北車站超多這種的 就是會隨機來路人說 我忘記帶錢 你可不可以借我幾百塊這樣子 還有網路借錢的 他的故事大概就是過年回家 看到媽媽孤苦無依 覺得捨不得媽媽這樣子 然後說沈先生 你也是一個孝順的人 相信你跟我有這種同理心 OK 陳哥 兩千跟五百萬超好的 他看我臉就... 他看我看不及啦 沒有... 他就我真的... 好啦 那我就沒回 這個東西你要怎麼回 就都不要回應 因為網路上這種私訊 他們的故事一篇比一篇感 三天後又傳說 我知道你是一個好人 像秀慧姐他就不是好人 因為他封鎖了我 後來我就看 我沒在傻 秀慧果然比我聰明 我就接著就封鎖他 你秀慧就封鎖了我 還不封鎖 真的 可是因為我沒有辦手機支付 所以我那天吃麵 遇到一個女生 我覺得她應該是需要 可是我真的幫不上忙 她說我可以轉帳給你 你借我現金嗎 可是我因為我沒有 可是她好不相信我們會沒有 可是我們真的沒有 很少有人沒有 對不對 因為沒有辦手機支付 真的 真的也沒有 很好用 我們什麼配沒有 Apple Pay Line Pay 我都沒有 我完全沒有 街口什麼都沒有 我街口 Line Pay Apple Pay我都沒有 我們街口 路口 巷口 都沒有 真的 我真的沒有 沒有 我是因為我自己 有在做網路直播 就是在販售東西 然後有一天就有一個客人 也不算客人 他就私訊我 他就說熊熊 我可以用你的照片嗎 他連請都沒有講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 是要使用在哪裡 他就說因為這樣子 我打算就是自己創業開一間店 然後想說就是印你的照片 擺在店門口這樣 就是人形立白那一種 然後 他就是要代言這樣 不是 然後對 然後我們就回應他 我們就很有禮貌 就說不好意思 可能沒有辦法這樣子 那這個可能要透過 透過經濟公司 就是要牽涉代言的部分 他直接大暴怒 他說 拜託喔 他說你現在又沒什麼工作 我是看你 看你可憐我才用你的 你應該要感到感激吧 他說如果我真的要找紅的 我找蔡依林 我幹嘛找你 這樣 好娃喔 然後我就覺得 我們就想說 就覺得好 算了 可能遇到校圍 我們就也沒封鎖他 就可能員工忘記了 就大概過了大概幾天吧 然後突然那個私訊又跳出來 他就說 好啦 那既然不能用你的照片 那你可以借我兩萬嗎 一樣兩萬 一樣兩萬 你看 所以你的不是來軟的 然後我們就把它封鎖 兩萬兩千 他們可能覺得 兩萬兩萬 他們可能覺得雙雙對對 兩千我給了 你知道嗎 不是 他覺得太難 不是 他會覺得 那兩萬的數字就是說 我們也給得起 然後給了之後 我們可能也不會去追著 要這兩萬回來 對 可是封鎖 有時候也有後遺症 就是春風吹又生 半邊的假帳號嘛 他會跟你留言說 你封鎖我一個 還有千千萬有 太久了 他是怎樣 你封鎖我一個 還有千千萬有 你封鎖我 封鎖是暴政 還會在什麼 你也是家好友私聊 對 真實發生的事 那個就是陌生人 然後可能就是朋友的聚會 然後他是朋友的朋友 他就過來說 夏琳 我這都用你很久了 不然我們就是加一下好友 有合個照 他就發個線動這個樣子 然後結果大概過兩個月後 我的男朋友就跑來跟我吵架 就很生氣說要跟我分手 我想說怎麼樣 原來是那個男的到處拿著那個線動 跟我的好友 就是說他就是有睡過我 然後男朋友聽到就覺得 我吵架他 然後就跟我分手 之後找到我男朋友 我就把我手機給他說 你直接跟他聊 因為我發誓 我真的沒有跟他任何關係 他就只是那一天跟我合照一張 然後我男朋友就拿著手機 就是密他說 你是不是在外面 一直到處說我跟你睡過 那個人就是也是會說 沒有啊 我怎麼會這樣說呢 什麼什麼之類的 可是他對外確實就是這樣 所以啊 所以女生不要跟陌生男生亂拍照 所以這點我從跟我老婆交往 我就一直嚴格要求他 你的故事就是我真實跟他講過 我說你現在到KTV唱歌 都是閨蜜 沒錯 現在來了幾個陌生男子 然後他就說跟你拍 你知道男人 男人的個性跟他很賤你知道嗎 他會說話 他會去到處跟他朋友宣教說 這個啦 你知道什麼 天啊 優雅 你看 你看 你看他的表情 你看 阿嬤 鬆到這樣 你看 你看 鬆到這樣 好 我跟你說 你不要說出去 我就講這樣的聲音給我老婆聽 讓他知道這種嚴重性 所以他也聽進去的 以後大家再看到任何人在炫說 他跟誰誰誰很熟 有那個合照的話 你都不要太相信這個人 真的 你懂嗎 像我們公眾人物在很多公開場合 人家都會來跟你拍照 你都不能不給人家拍照 對 那你拒絕人家說 是有多猛 大台了 大台了 其實男生有時候也很危險 我們在外面一起出外景 有的女生找男生拍照 女生會自己貼上去 對 你保持那個距離 沒有 你手要這樣 沒有 他有時候主動就勾你的手 因為當下你就不可把他剝開了 對 對 我為了這個事情 跟我老婆爭執很久 她說你為什麼要給他勾 我說那要怎麼辦 她說叫我學卸正午 對嗎 女生跑過來卸正午 她會以為是這樣 真的是 他都會勾你的手嗎 憲哥 如果你一直帶著女的 鑽進去怎麼辦 對啊 鑽進去裡面 好 憲哥...這樣 然後我手還要這樣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等一下... 我沒有空的專機男的 我空我也夠傷疤的 我手舉這樣對不對 他在我旁邊 他用他的左手 抓他 嘴巴沒有進去 為什麼我 嘴巴沒有進去是不是 為什麼啦 他就覺得很好玩啊 有一個朋友 因為他就是很喜歡夏威夷 他常常就會拍照的時候 比這樣 然後有一個女的 你比一下 過去該拍照 他就這樣子扣著 這樣也可以 你不要照... 等一下 製作單位 有一次鄭中英說 對... 說要請我們吃飯 對不對 他現在多久了 他現在多久了 你記說 三個月圓了耶 我跟你講 他之前那一段剪出來 他先看 他先看 就噴他... 因為他剛剛跟我 突然想到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有證人 我真的是有把這件事放心裡 可是因為真的 我真的真的太忙了 他後來就新聞太多了 你知道嗎 對 然後... 對... 對... 了解... 剛剛是講說拍照真的要很小心 男男女女都一樣 男生跟男生 我會拍... 但是我會跟他保持很遠的距離 因為我夠大隻 一般的男生 就是如果要拍照 他們自己會把... 你假裝拿手機 要拍照 我就會這樣 然後躲在... 會比他很遠 他如果一直往後退呢 我就會走掉 我看你要去哪裡 我看你要去哪裡 我幫你開路... 而且你知道有些人會在高鐵站附近 他專門在等藝人 對... 你有遇過 對... 還有節目門口也會 好幾個 我遇過一個超級沒禮貌的 他就是一樣跟我剛剛前面講 他拿一支手機說 原來我們可以自拍一張嗎 這樣 然後我們進去要跟他自拍 對不對 他那個扭一按下去 就是錄影 然後他一按錄影 你就說今天是我生日 你可以做我生日快樂嗎 他就對著鏡頭這樣講話 你知道我當下也沒有跟他好臉 所以我就說你非常沒有禮貌 然後我就走掉 那你就抓生日快樂 好帥啊 你在看... 你在看過程版本的 主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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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覺得這個很沒有禮貌 那感覺是告別式 對啊 唱出一個選領 好 來 請問你們選A還選B 過生人哪種莫名要求 讓人爆氣 聽聽Pio要怎麼說 但是跟我借錢 我真的有一個經驗 我在Facebook上面 私人的 然後我收到一個詞訊 他說Hey WISH 我跟你以前在同一個 那個區域裡面當過 你那邊借我一點錢來啟用 然後創一個這樣 我想說當兵是同梯嗎 我說你跟我同梯嗎 是弟弟梯嗎 他說沒有 我跟你在同一個林區 在高雄一起興趣這樣 現在怎樣跟我在同一個區域的人 幫我借錢的意思 他說因為我上電視看起來很Rich 上電視看起來就一定很有錢 而且說你有錢 該怎麼知道 奇怪耶 莫名其妙 借錢 因為我真的曾經收過的私訊 就是他要求說 我生病了 可是我需要跟你借錢 然後一開始我會覺得說 可是我不熟啊 那我不能借人 然後他就會不斷傳訊息來說 你在不回應我 你在不借我的話 我真的就要去死囉 你要負責嗎 然後就會覺得 怎麼可以用這種 就是情緒性的字眼去威脅別人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而不是跟就是電視上的人借 因為我也要治療 我也要治療 我也很絕欠 根據調查 多數KOL投給的B 借錢救急 得票比例百分之七十八 你覺得正常嗎 好 所以你看高達八成 借錢救急這件事情 選A的比較少請噴 Yeah Go 那韓族你有遇過什麼樣的 特殊的過分要求 晚上會打線上遊戲 那通常線上遊戲 就會有一些隊友嘛 那我們每天晚上都一起打怪啊 攻三鼓啊什麼什麼 就一定會有革命情感 那我覺得其中有一個 跟我很熟的隊友 他是一個大陸人 然後後來思量的時候 他就說 他其實 他其實特別愛看台灣的節目 台灣的綜藝節目 真是太有趣了 然後他特別喜歡的呢 就是 劉寶傑 劉寶傑是劉寶傑 我會很喜歡他 對 韓族你竟然跟他講 大陸人是把劉寶傑 當作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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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ck Show Tock Show 對 然後就說 那你可不可以 既然你們同電視台 可不可以幫我要寶傑哥的簽名 那因為我覺得我跟他的革命情感 真是太強了 我把他當真心的朋友看喔 我就真的硬著頭皮 去跟寶傑哥要簽名 簽名照 我還要親自去跑郵局 寄見寄到大陸河南去 然後後來問他收到了沒 然後他說收到了 說了一句謝謝 然後過一陣子之後呢 就 我覺得完全是你知道 把我當 工具人 對啊 真的耶 我真的真心幻覺情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網友真的 你一不小心會 太把他當成朋友 把他事情兩肋插刀有沒有 後來發現人家 網友說不見就不見 他不得到他就不理你了 對 如果是 要周杰倫見鬼的 我為什麼會認識周杰倫 你就寫了一張周杰倫照片 其實你也不要讓他失望 你給他簽周杰倫三個字 這樣也不太對嘛 對 所以我就給他故意拿周四 你如果仔細看我是簽周四偷 你把倫寫成 對啊 之前人家跟我要黃國倫 我也是簽成黃國偷 可是我覺得自己親戚 才更麻煩耶 因為像之前那個二姐將會 不是封麥演唱會 大家一票難求嘛 然後自己身邊的親戚就說 你可不可以跟那個二姐講一下 就是她演唱會都進不去 買不到票 看可不可以有幾張票 可以給我們 我想說怎麼了嗎 你當我跟他很熟 還是這種要求 每一個人都會這樣 很多 所以要求很過分耶 菲律卿也是啊 一對人跟我一條菲律卿的人唱會 你唱給他聽 我自己都買不到的 你唱給他聽 我一直呼呼呼呼 你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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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笑沒有這種才華耶 你會掉嗓子啊 讓你久等啦 你笑嗎 你笑 你會耶 昱明哥會耶 學那個很大天的 其實你們這個都還好 我還有朋友的朋友 就在飯局遇到那種不熟的 他叫我一開始 他叫我轉交給憲哥 他說憲哥還可以 轉交禮物耶 轉交禮物 因為憲哥有時候錄影會碰到 那經過後 我真的拿給憲哥了 就拿給他了 我說好 憲哥有收到了 他已經這樣這樣 然後他就很高興 然後過一陣子 他又來了 我記得那時候是 是韓國天團Big Ben 要來台灣開演唱會 我怎麼會認識Big Ben 我也進不去啊 我也想看啊 我也繼續啊 對啊 那禮物不要轉交 寄給我的包裹 我都不敢自己打開 陌生的包裹 我都交給助理 沒爆炸 確定沒爆炸 沒有... 憲哥如果我有先 我有先猜 確認過 那哪一種冒犯太超過 會讓你無法忍受 A 家人被肉搜起底 B 言行被放大檢視 來喔 請舉牌 好 收音 收音 大家都知道我在拍戲 常常是演比較 強勢一點的角色 叉叉爆了 對 那所以呢就是 因為這樣常常會有人 在網路上罵我 那我會覺得說 你罵角色 我都可以接受 因為確實這個角色 有時候連我看劇本 我都覺得 這個人怎麼那麼壞 這樣子 但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 你對我就算 你對我的家人 就是罵我的小孩 罵我媽媽 然後可能罵我還跟我 罵我說我小孩什麼 長得像鬼什麼的 最誇張的一次是 讓我絕對不能忍受的是 竟然我有一天突然發現喔 他就又收我女兒 那時候我記得 我女兒是小學 他就公布我女兒念什麼小學 幾年幾班 教學的名字 不是同學霸凌吧 這樣子 我怎麼快 我整個快瘋掉 那時候我一看到 我整個傻眼 我說怎麼會這樣 我那時候有報警 我有報警 然後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他們就是查不到 然後反正就是 就是後來這個事情 就不了了之 那我也就是有 上面有發文 就是以正視聽 就是大家真的不可以 這個樣子 後來我又幫他轉學 然後念國中的時候 就是校車 然後就一定要送他 到校車的地方 看他上車到學校 然後回來 就是到校車 在那邊接他回來 就是不要讓他有一個人 不是 我跟你講 這個社會還是有一個底線 對啊 如果你去肉搜小孩 然後造成小孩的困擾 那麼多人家裡都有小孩 將心比心嘛 這個社會是有底線的 像這樣子的社會是 輿論是不會允許的 不可以的 因為這太誇張了 但被肉搜這個 我的案例還滿特別的 就是我哥 我有一個哥哥 然後有一天就是 我哥哥生日 然後我就在我的那個 社群媒體上 PO了一張 我哥哥的照片 然後我就說 祝我哥哥生日快樂之類 就是然後 就因為這一波操作 我哥被肉搜 他覺得非常困擾 然後他警告我說 劉維柔你以後在節目上 不准再提到我 或在你的社群媒體上 就他也盡量不跟我拍照 因為他的私訊爆炸了 一半以上的私訊 都是女生就算了 告白什麼我覺得都很正常 而且是很私密的 你哥不開心嗎 你哥不開心嗎 太革命了吧 你哥這麼正經 不開心了 那是瑜伽卷就拉炮了 不是 我已經拉炮了 可以賣給你公圍了 太行啦 你賣給我公圍了 你想一下 你在沒有心 沒有 無性無愛 我選 你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 你一打開訊息 看到一個照片 然後是特寫 你不會嚇到 會啊 那個特寫很特耶 我有說過... 我有說過... 你憑什麼說... 你那個人不是說過 是你去拍的嗎 沒有啦 真的啦 最後我哥就是 他就盡量避免我不准 再這樣做這件事情 跟你切割 有一次其實就是 發生了一個車禍 他撒撞到我後車 我們就停在路邊 警察... 我報警了 警察到了 兩分鐘而已 記者全部都來了 已經兩分鐘而已喔 鏡頭這樣衝出來這樣照 我說沒事... 不要這樣... 然後隔天因為... 因為是在... 我在立法院當助... 那時候在當助理的關係 然後你到門口 你就會被... 堵在門口 然後就變成你要出來道歉 被撞 為什麼我要道歉 不是 可是因為... 可是你會覺得 你要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真的浪費了社會資源 浪費了他的時間 因為他一直抱嘛 余祥全從18歲開始 等一下... 我們時候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你這時候是... 你這時候是... 你這時候只是只要... 出一個事情 他就會每一台 而且是50到56台 每一台都在播 他從你18歲開始 對 而且余祥全... 這個你要截圖耶 那個以後告別歲 然後... 但他把他全部寫出來 然後現在偶爾有人說 他誰啊 今天這個主題是不是 就要來攻擊我的 好 等一下... 好 先等一下 不是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我覺得是 我的態度都會變成說 不好意思 很抱歉 因為我的跟娛樂記者 就不一樣了嘛 我的態度就會變得 比較震驚 就是不會那種 嬉皮笑耶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那一次那個記者還跑過來 他假裝這樣子把麥克風 放在下面 跑過來跟我講話 就好像我們平常 我們現在在聊天 對 我以為是... 沒有看... 然後我這樣看了一下 也沒有錄影集 我就跟他... 談笑風聲這樣聊... 結果被... 撿到新聞 他說他... 你沒設計耶 然後我就被... 然後我就被網友罵到爆掉 到底怎麼吃 你是獵物啦 記者就是獵人啦 從來不可能 獵物跟獵人會成為朋友 對... 不信你問韓族 我不知道... 沒有啊 所以他現在... 所以他現在轉... 所以他現在轉藝人 然後你就知道 痛苦了吧 寫什麼怒嗆 淚訴 怎麼樣爆氣什麼... 有時候也是很想要 打回去說 我們是自己的 你也放過我一下好不好 然後我那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都會... 都有睡不好覺 因為會... 想得很多 我跟自己現在的 我是不一樣的 我出去是很封閉自己的 所以那時候我去看醫生 拿著半個的要吃 還沒有在... 慢慢 好辛苦喔 真的 睡好覺以後 然後有一天夢中驚醒 就發明了 余祥犬 好煩喔 你懂... 可是我們真的... 你昇華了 我們真的看著余祥犬成熟的 對啊 成熟的 恭喜啊 然後你看又有小孩 很棒 當爸爸 對啊 好 辦婚禮的時候要約我們大家去 一定要像鄭中英 這樣子都不約 對啊 對啊 我要約啦 有請示範喔 約 一定約 哪一種冒犯太超過 會無法忍受呢 我們看網友的選擇 哪種冒犯太超過 讓你無法忍受 聽聽QOL怎麼說 家人被認受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今天就是 事情啊 我們發生在自己身上嘛 那為什麼還要去 牽扯到我們的家人 那可能就像今天 如果人家這樣說 那個不是他爸爸 是那個什麼醫生嗎 然後怎樣怎樣的 他媽媽好像在哪裡做什麼 那是不是就會讓人家覺得 奇怪這事情 為什麼要親扯到家人 但我自己如果是那一個人的話 我一定會覺得非常難過 非常傷心 這一題當然我選A 像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曾經在一個 教育相關的影片下面留言 被網友肉搜灌爆他臉書 然後就嗆他說 怎樣你是教育相關科系的嗎 還是你本人很多教小孩 你怎麼敢來這裡留言 然後就找到他兒子 讀哪一間學校就說 他既然敢來留言 那他幫他小孩選的學校 一定很厲害 小孩啊 班級啊 學校的壓力都超大 只是留個言而已 你們有不要那麼激動 這樣肉搜嗎 很可怕耶 根據調查 多數QOL投給了A 家人被肉搜起底 得票比例82% 你覺得正常嗎 真的 82% 對 無法接受家人被肉搜起底 是 選B的比較少 請噴 最後再次宣傳一下 五七全能事務所 好 真的 因為從禮拜一到禮拜五 看完我就問你正常嗎 這麼好看的節目看完之後 週末要看什麼呢 週末 禮拜六 那還重播啊 對啊 對啊 當然沒有重播啊 對 而且不要破我的梗好不好 對 禮拜六的週五十二點 請記得轉到 五十七頻道 東山財經台 五七全能事務所要 跟大家聊各種 跟房市有關的話題 不管買鋪賣屋啦 裝潢什麼的 甚至是毛小孩 我們都在節目中會探討 禮拜天的早上八點 也有重播 請大家記得收看喔 太好了 太好了 因為它的首播跟重播的時間 我們節目都沒有播 對 改定了 自己人 對不對 但上次也是 沒有這樣講 我沒有這樣講 謝謝 謝謝 而且 還有 接下來 選擇 好 好 感谢观看